大家好 这个单元要跟各位谈一下 在布林函数里面 我们会有所谓的canalic form 跟standard form 以下会跟各位谈什么叫canalic form 什么叫standard form 好 首先要先跟各位介绍两个名词 一个叫min min term min 代表min min term 然后还有一个mess max term min term 跟max term 那什么叫min term min term基本上就是一些 二元的变数 譬如是x跟y 然后他用and的逻辑 把它组合在一起 譬如说 xy s'y xy'z 等等 这些二元的变数 然后他们中间是用and 把它 组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叫做min term 那min term 另外一个名称叫standard product 这个product代表就是 有点像成绩 对不对 因为and and看起来跟这个数字上的这个运算的那个乘法是很像的 所以他叫standard product 那 什么叫max term呢 max term呢基本上就是说它这个是二元的变数 然后呢这些二元变数呢用一个all把它combine在一起 譬如说 xoy 然后呢 x'oy 或者是 x oy'oz 这个叫做max term 那 max term呢 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叫standard sum OK 因为我们的all呢 用的符号呢跟 这个 算数运算上面的这个加法是很像的 所以他叫standard sum OK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n term跟max term 这个是真值表 那 三个变数叫xyz 那这个东西呢是 三个变数一共有八个状态 那我们把它所有的 状态全部把它这个列在一起 就是0000001010 等等 那min term的话呢他的表示方法就是 x'y'z' 就是这个代表呢 x等于0 y等于0 z等于0的情况 所以呢 xyz x等于0 y等于0 z等于1的情况就是x' y'z OK 因为 0的prong是1嘛 然后 0的prong是1嘛 所以m的1再m的1 它会变成tool 所以 这个 这个就是x'y'z 那最后一个呢 11就是xyz 那一般来讲 我们为了简化起见 我们会把它 这一个东西呢 用一个小写 m min term的话用小写的m 然后呢 有一个下标是0 0代表这个二进位这边 如果这个是 权重是1 这个权重是2 这权重是4 那这里就是m0 所以对应到这个就是m1 然后这是m2 m3 一直到m7 那如果是max max term呢 max term呢 基本上就是用 这个 all嘛 对不对 所以 它就是 x all y or z 然后这里 0 0 0 所以all 是0 OK 所以 注意一下 这个max term跟min term 不一样 min term呢 是让这个term整个变1 max term呢 是让这个整个term 变成0 所以 这个也是一样 001的话就是 这个 x0 y0 z因为是1 所以z方是0 所以它整个all 也是0 所以 min term 是让整个term变1 max term是让整个term变0 然后呢 我们给它的一个符号呢 是用大写 大写的m 然后一样下标 从0一直到7 那么根据 迪摩根定律 以这个 例子来讲 x' y' z' 然后再取它的补数 那迪摩根定律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是and的话 那么把and的地方变成all 然后其他的变数呢 都要加complement OK 这是迪摩根定律 OK 那所以x的component出来就是x y的component是y z的component是z 所以会得到什么 m0 m0的prong 这个是m0 prong 这个是大 m0 所以m0的prong会等于m0 所以你可以推到什么呢 mj的prong会等于大的mj 大的mj的prong会等于小写的mj 这是 临摩根定律告诉我们的事情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 sum of mintern呢 这个刚刚有讲 mintern是什么 是用and做出来的一些 逻辑 这个布林逻辑 用and把这些布林变数 把它串在一起 那它的sum就是all 所以 类似像这样子 s' z 这样的形式 就叫做sum of mintern 所以 这个布林代数 基本上 它可以 用什么呢 第一个 一个mintern 一个mintern 然后呢 在2stable里面 都是 产生出来是1的 第2个呢 把这些 这些是1的 这个turn呢 把它 用all来取代 好 这样讲有点抽象 我们直接看一个例子 来看这个例子 假设f1呢 它是 s' y' z' 加 sy' z' 加 xyz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s' y'z 是不是这一个 这个呢 就是 s' y'z 然后呢 syz'就是100 这是 所以这个是 sy'z' 然后syz 是这个 这个是syz 好 那 我们先从2stable里面找到呢 会让它等于0的这种组合状况 接下来把这些状况呢 把它all在一起 好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不0 代数 那这个东西呢 它又称之为 称之为m1 这个称之为m4 这是m7 OK 那第2个方选呢 第2个方选呢 其实呢 它是sy'z 这个就是 s' yz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 sy'z 这个是 xyz' 然后这是 xyz m3 那它就是m3 om5加 om6 om7 那因为每一个都是1嘛 所以把它all起来 它当然还是1 那这种表示方法呢 刚刚这种表示方法就是 每一个都是min turn 然后把这些min turn 把它 这个all起来 这个叫做sum ofmin turn 这个all其实就是 加 加的意思 好 那么 刚刚 有这个sum ofmin turn 我们刚讲的有一个叫sum ofmin turn 那它的多应就是什么 product of max turn 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f1 f1这个 m1加 m4加m7 如果你取 它的补数 来各位看一下 本来是 147 好就是这7个 是1的 你若取补数的话 是1变0 0变1 好所以你就这个东西取补数之后 它会变成 10 11 0 110 所以你就会变成什么 m0 加m2 加m3 加m5 加m6 ok 所以呢 f1如果是 m1加m4加m7 那么它的补数啊 这个布林函数的补数就是m0加m2加m3加m5加m6 那你用迪摩根定律的话 就是对整个再取一个prong 那利用迪摩根定律你会发现说 在all的地方就是这加号的地方呢 用 改成and 然后呢 每一个变数 每一个变数 都要取一个prong 每一个turn都要取一个prong 每一个turn都取一个prong 那么小写的prong 它的complement就是等于大写 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说一个sum or mean turn 事实上呢 可以透过一些 运算得到什么 得到product max turn的一个表示方法 这是sum or mean turn跟prong 它的互相的一个 转换关系 所以呢 一个布林函数呢 除了可以表达成sum or mean turn之外 它也可以表达成 一个这个prong max turn 那什么叫canalic form 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就讲到了 canalic form的意思是说 如果布林代数呢 它被表示成sum or mean turn 或者是 prong of mean turn 那这样的表示方法就叫canalic form canalic form 所以 sum or mean turn 或prong of mean turn 就叫做canalic form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这个f呢 等于a 然后这个o b'c 那你把它表示成 这个sum or mean turn 那么你要表示成sum or mean turn的时候 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建立所谓的 这个 增值表 所以呢 abc 三个input 所以把所有的可能全部拔列上去 然后呢这个f呢 你就 开始把 第一个000带进去得到0 001带进去得到1 所以把所有可能情况带进去 然后去看这个f的值 那你会发现说它在m1 然后这个234 m4 m5 m6 m7 在这五个min 这个min turn呢 它的值是1 所以这个f呢 就是m1 然后呢 去加m4加m5加m6加m7 这个加号其实就是oh的意思 然后这个m1呢 如果你把它表示成abc的话就是什么 m1的话是001嘛 所以就是什么a'b'c 然后 这个4的话是100嘛 所以就是ab'c' 其他的意思类推 那么我们通常呢 就会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这个符号是f呢会等于sigma 这个有点像加法 然后呢是第1项第4项第5项第6项第7项 把它加在一起用一个sigma 这个是有点借用到这个 算数的 一些符号 OK那记得这个sigma 它其实是oh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把两个 这个canalic form把它做一个转换呢 刚刚有说过了 这canalic form有两种 一种是sum of product sum of min turn 对不起 另外一个呢是product oh max turn 这两个 我们要把它做这个转换 那我们给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f 然后呢它是第 E367的min turn的组合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 M1加M3 加M6 加M7 OK 那这个M1呢 001嘛所以是a'b'c 那这是011 所以是a'bc OK 那这个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都用这个m 小m的符号来代表 那 取它的补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是 1367 是1 那么取补数之后 那个0变1 1变0 它会变成什么 0245 就是另外四项 它会变成是1 所以 如果你的f是 1367的sigma 那么 f'就是0245的sigma 好 就变这个 然后呢 你再做一次迪摩根定律 就是这个prong 再prong一次 所以这个old的地方呢 就变end 变end 然后呢 每一个turn 每一个min 这个min turn 都取一个prong 那min turn的prong 就变成max turn的prong OK 那 最后呢 他就是发现他是0245 这几个max turn的 几个end 就是他的product 那这个product呢 一样我们借用这个算数逻辑的符号 就是用这个pi 这是有点像乘法 然后把就是把0245这几个turn 把它乘在一起 好 那怎么样来 根据truth table 去推导 这个canatic form呢 那 有一个范例 就是 来看一下 这个f呢 他是 假设f呢 是xy加 x'z 那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min turn 为什么呢 因为 xy 跟 这个 呃 我们这里面含有什么 xyz 三个变数 可是呢 一个min turn 至少要含三项嘛 可是他只有两项 这个也是一样 他只含两项 他没有含三项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 建一个truth table 那因为有三个变数 就是xyz 8个不同的情况 都把它 组合在一起 OK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把这个0000带进f 得到只是0 然后001带进去得到1 那么 这些1的地方 各位看一下 这个1的地方呢 就是min turn 然后min turn呢 是要用all 所以他就是 sigma的 1367 1367 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取 他的补数 就变sigma的0245 再取一个补数 就变 Pi的0245 就是 根据刚刚的 f' 是不是这个的补数 这个的补数呢 是不是sigma的 0245 OK 然后 再对他取一次补数 那么 我们说过了 那个all就变end 所以他会变pi 然后min turn 会变max turn 就是0245 OK 那你可以 可以先算出这个sum of product sum of min turn之后 然后再做两次补数 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你从choose table 你就可以直接去找 0的部分 OK 你把0的部分 然后当成我们的max turn 然后呢 把这个max turn 用end 把它end了起来 所以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你要找 canalic form呢 就是什么 把所有1的 做一个sigma 就是做all 把所有0 做 end就是做pi 就是连乘 所以 如果是sigma 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叫什么 叫sum of min turn 然后这个呢 叫product of min turn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standard form standard form的要求 就没有像 这个canalic form 这样的 严格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看 什么叫sum of product sum of product 简称叫SOP 那 这个product呢 基本上呢就是 Anton Anton 然后呢 它是一个或多个literal 就是你可以是这样子 譬如说三个变数的话 那你可以x 或者xy 或者 xz xyz 这个都是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sum呢 其实是 把这些turn 把它all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f1 像f1等于y' y'加 xy'加 x' y'z 这个呢就是 一个sum of product 但是呢 它并不是canalic form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呢 它其实 这一项 这一项其实只有一个变数而已 那 在这个canalic form里面呢 每一项都应该有三个变数 那什么叫product of sum呢 product of sum的话 一样就是 每一项都是all 但是最后呢 用and 把它 这个 这里写错了 product 就是用每一项再用and 把它 这个组合在一起 OK 那什么叫standard form standard form就是 它是SOP 或者是POS Sum of product 或product of sum 那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standard form跟canalic form的差异 假设呢我有两个变数是 F等于 x' y' 加 y' x 那 这个呢就是canalic form canalic form 但是呢 如果我的f呢 是 是写成 x' 加 xy 这个就不是canalic form 因为这一项少掉了y 它就不是canalic form 所以canalic form呢 一定是一个standard form 但是standard form不一定是一个canalic form 记得这样的概念 好那怎么样呢 去 implement 就是用逻辑杂 去 去实现一个standard form呢 基本上呢 就是 用 两层的概念 他用两个 就是two level two level 那么第一层呢 这个y' 然后 他是用and 像这个x' z' 这是一个and 那这个也是一个and 然后把这三个的结果呢 送到一个3input的all 就得到结果 那如果这个是sop sum of product 的表示法 那这个呢是product of sum product of sum 每一项都是sum 都是all 然后呢 他 中间用and 也就是product 把它串在一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第一个label呢 是and 是all 然后呢 第二个label呢 是一个and OK 所以这是sum of product 这是product of sum 好 那 在这里呢 我们要谈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什么叫get delay 这叫get delay get delay的意思是说 这个逻辑桩他本身都是一个电子装置 这是一个电子装置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讯号进来 这个input有一个讯号进来 那么output呢 他不会马上反应 而会延迟一段时间 因为一个逻辑桩他要打开嘛 那个电子开关要打开 他需要时间 所以他会 有一个延迟 时间上的延迟 那这个延迟的时间呢 我们称之为get delay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standard form呢 来我们看一个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f3呢 是ab 加上c 乘以d 加1 OK 在这个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一项是用all 然后这里用and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 他不是standard form 这不是standard form 你要把它变成standard form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一项呢 用分配率 把它 展开 所以就是ab 去加cd加c 那 如果你是 没有把它变成standard form的话 直接用这个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说我的第一先做all all完的结果呢 再跟c做and 然后这个ab呢 这个 做 这个and 然后最后再把这两个结果做一个all 可是如果说你把它变成standard form 那么 各位会看到说他就是只有两个level 只有两个level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1 这一条 这个讯号线 它会通过什么 通过三个get 到输出会通过三个get 可是这里呢 只会通过 两个get 它只会通过两个get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每个get都有一个delay 所以 这种用standard form来表示的话 至少呢 它就可以让这个propagation的delay 来降低 就是 讯号传递的时间 那个延迟可以降低 OK 对 对 对